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四邊形A B C D 跟四邊形A' B' C' B' 相似 這兩個四邊形相似 而且他說三倍的角A 等於兩倍的角B 然後呢這個三倍的角B 等於 比上 比上這個五倍的角C 等於6比5 然後呢角D 是等於100度 100度 那麼他問說 角B'等於多少 按照這兩個四邊形相似 所以角B'是等於角D 所以等於我們在這個問題裡面 把角B找出來就可以了 好 那現在呢角D 它是等於多少呢 等於100 100度 所以我就曉得 角A加角V加角C 角C 等於多少呢 等於360-100 因為呢 因為呢任何一個四邊形 四角等是360 360度 減100 度 所以是等於260 好 2010度 好那我們看看喔 這個角A比角B 比角C 是多少比多少 我們看呢 這個角A 比上角B 這個點多少 我把角B除過來 3除過去 2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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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這個角B比角C 這個3我可以約掉 3約掉就剩下2 5約掉 剩下1 所以角B 比上角C 是等於2比1 2比1 好那這裡角B不一樣 我應該給它扣分 我兩個把它乘以2 就4比6 那這個呢 把它乘以3 這是 那個 6比多少 6比3 所以 角A比角B 比角C 是4比6比3 角A 比角B 比上角C 是等於4比6比3 好那我就假設 假設 假設這個 角A 是等於4K 4K 角B 是等於6K 角C 等於3K 要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是260度 所以260 那度我就省略了 就是度了 所以等於多少呢 等於13K 那K是等於多少 K是等於20 K是等於20 那所以角A等於多少呢 角A 角A是等於多少 20 20乘以6就是120 120度 所以角B 是120 所以這題應該要選C